長髮公主的秘密 邀您共賞小姐不惜地 我們全家都是女生 所以我就對這種男女 不平等的事情就覺得 很 一男一女 一個好 然後我說有什麼好 因為三姐妹是什麼 一個尖 我是有一次去看了一個手映會 然後看完之後就燈亮 電影院燈亮還是微暗這樣 然後我就跟鬼鬼去看那個手映 因為很多明星這樣 我就說 那個明星怎麼穿一個 睡庫來啊 然後鬼鬼就張嘆 去看我說 那個是S姐 你小心 小心 因為就是整套桃紅色的那個 桃金玉村那一套 都要邁入二零二四年了 還是會遇到一些人 講話不經大腦 或是自以為幽默的人 問一些超市裡的問題 或做一些 或一些 一些 或做一些超市裡的行為 這好像 人生在世 人在江湖走跳 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究竟有哪些失禮的事情 會讓人原地大爆炸呢 好厲害喔 你自己的戲劃會感動多累 你們覺得照著搞著念 會不會比較好 好像也 我覺得戲劃會很感動 因為他們寫很久 你沒有一次照念 對啊 不是 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開錄前 然後他就看到了 然後我們想說 都要邁入二零二四年 還是遇到一些人 講話不經大腦 請問不經大腦 跟幾年有關聯嗎 不是 就算幾年二零二八 我覺得有關聯 還是會喔 有關聯 因為你時間越推進越久 你人大腦都會長進啊 要進化 對 要進化 要有禮貌 我懂你 要有人性 是這樣嗎 是誰寫的 誰寫的 誰 要進來唸一次嗎 會啊 是Fish嗎 Fish你有沒有很感動 我完全一次不露的照著上面唸 哭了 哭了 這有什麼好哭的啦 還累啊 還是我們每個問題 都照著他那個問完 我還在那邊拚喔 我們第一次照稿演出耶 好啦 先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好久不見了 歡迎 來 先上 可以 出書了 這個是S姐的書 撐不住的才是人生 謝謝 謝謝學姐 這在人生真的很離奇 很離奇喔 等一下再好好聊 好 然後還有阿本 子欣 小小 莊宇 然後還有請到一位專家 沒錯 可以說是一個 私理專家 說話溝通專家 唐欣老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唐欣 所以你真的有這個工作 真的有 在哪裡上班 不是教不私理 是教怎麼說話表達的藝術 所以你有辦公室嗎 對 到處都是我的辦公室 她剛剛那個問題算私理嗎 還好 不私理 在家也可以工作 就是學員打電話問妳說 我可以問這個問題嗎 對 這樣會不會太私理 這樣子 好 因為那個 謝依林實在太久沒有出現了 然後她出了一本書 撐不住的才是人生 裡面是在講妳 這一段時間發生的事 其實裡面一開始我寫 是寫我育兒的過程 因為我覺得 因為妳現在已經生了兩個了 對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現在多大 一個五歲 一個三歲 可惡 三歲不是可愛的時候嗎 三歲是二男女兒 三歲是兒子 五歲是女兒 還很皮 最皮 很可愛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大家說 你為什麼工作得好好 要跑去生小孩 其實我是二十六歲那一年 然後我去看醫生 醫生說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妳是做什麼檢查 因為我就月經一直沒來 我說天啊 我該不會懷孕了吧 事情鬧大就去檢查說 沒有... 妳是不孕體脂 所以妳沒有辦法產出 健康的卵子 對 然後我生了一個想說 不是說我不孕體脂 再試看看 所以妳 所以妳是想說妳不要 然後可以盡情地 親密 親密 對 我想說 那個 避孕的錢也是錢的 生育 也是要生 妳是不是覺得很棒 就是不用擔心 會不會懷孕的事 對 就沒想到竟然還懷了 對 但是其實說實在 我真的也很喜歡小孩 妳有因為小孩的事情 妳經歷一些別人 對妳很失禮的那個 過程 對 我第一胎是懷女生 然後我記得在找 就是有一天遇到早餐店 老阿姨 然後她就說怎麼樣 帶了 還會講帶罷了 對 古早味的對話 然後我就一定覺得 好老派喔 妳是時空穿越了嗎 對啊 我就想說 就有點不適 這是不是有點失禮 非常失禮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沒有 是女生這樣 她說 壓力也太高了 等一下 都錯了是不是 對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說 我們就是喜歡女生這樣 她說 跟她屁事喔 但是我還是要吃早餐 去就等下啦 還是點了 你還是去那家喔 還是要吃 後來還是有去 就比較近啦 不扯氣耶 可是那後來 小的那個是男生之後 她還有在問過妳嗎 我跟你講 小的那個是男生之後 我覺得我還是很不舒服 因為我就說 我一個姐姐 兩個妹妹 我們全家都是女生 所以我就對這種男女 不平等的事情 就覺得 很 就是很刺到我這樣 她說 一男一女 一個好啦 然後我說 有什麼好 就是說湊成一個好字啊 對啊 我不喜歡 那不是一男一女 就是不好嘛 就我很討論人家講 一男一女 因為三姐妹是什麼 一個尖 一男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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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拿了啦 沒有 那個失誤 收掉了 沒內容嘛 是不是 沒內容 我原住 我家裡的天 強姦 強姦的天 不是 沒放住 太強了 沒有放住 說堅強還 還堅強 想要想有那個 幫你有同理心 幫你聽一些這個故事 然後反省一下 讓那些人反省 真的啊 結果你這樣子插我一包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很不舒服這樣 有剛剛不舒服嗎 撿了回來 你也很不舒服 安靜耶 我們也示範耶 我們也舒服一下 OK 好 所以你們都有遇過無理的人吧 會啊 因為我本身是真的 很有禮貌的一個人 就是我是 像最近開始上通告之後 我就會 你有禮貌嗎 你不是很愛羞辱 劉書宏 劉書宏嗎 他才沒有禮貌耶 講到我就是 自己 那個 會都上來了 什麼 還這麼近 因為我 他最近發生了一個 很扯的事情 我就先講他 又有新故事 很荒唐 這個我也沒有惹過 就是他最近發生一個 很荒唐的事情 他就有一天11點多突然打給我 然後就說 來 出來喝酒 我想說 太晚了 因為我都早 比較早睡這樣 然後我又不太會喝酒 我又說 不要 好累喔 他說你來 就這裡有個德國帥哥 在新加坡Google工作 我介紹給你什麼的 然後他說 那個 怎樣 你怎麼知道 我又想說 什麼意思啊 德國主角 我沒有被 吸引 但是 我承認我有一點 被新加坡Google吸引 我想說 因為現在自己出來做 有一點資源都好 你也問他說 你怎麼知道 他 我就說我就知道 而且 有一些是不懂播 他講更扯這樣 我就帶另外一半去了這樣 然後就想要去哪裡 當作認識新朋友 然後又在Google工作 就有點利益薰心這樣 就這樣做 有點盤 盤一下Google這樣 認識一下 然後結果呢 就一到現場 我就坐下來沒兩分鐘 就現場有他 還有他一個女生的朋友 跟那個外國人 一坐下來沒兩分鐘 我就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了 怎麼樣 結果那個外國人 是他女生朋友的朋友 然後他女生朋友 跟劉頌倫兩個英文 都超爛的 對 劉頌倫 他叫我去當翻譯 好誇張 結果他們就聊 因為他們已經吃一頓飯 又到酒吧 他實在是尬聊到一個 因為英文太辣 哈囉 飲品 OK 這樣 聊不起來 結果我就剛好下去的時候 你們就英文幫他們聊 你們怎麼認識的 又回來台灣很開心 怎樣 然後就尬聊了 大概半小時 因為我不太喝酒 就喝個半杯 我就有點醉了這樣 後來我就去上廁所 後面更扯 我就去上廁所 結果我剛好朋友打給我 我就大概講了五分鐘 我聽到出來之後 你知道什麼嗎 剩下我男朋友 跟那個外國人坐在那裡 劉頌跟那個女的走了 好猛喔 妳說 妳說是 妳被禮掉了 好猛喔 好猛喔 然後 因為我男朋友 不太會講英文 兩個人就在 嘿 哈囉 哈囉 然後我就想說也太尷尬 然後他們走之前 還開了一瓶白酒 你付錢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就坐下來 再尬聊了半小時 然後我就跟那個外國人對看說 想說 It's about time 然後什麼 喝了好累喔 我什麼 你這樣 Oh tomorrow I have work 什麼之類的這樣 然後結果我就 要走的時候 那個外國人就給我一個眼神這樣 然後就 我屬外國人 妳應該要親我吧 那種眼神這樣子 他們要付錢 然後我就回給他一個眼神 想說 你是誰啊 我 我又不認識你 我要請你喝酒 我用眼神而已嗎 用眼神而已 所以你們兩個就 妳有講出來 可是妳感覺得到 她是那個意思這樣子 好厲害喔 然後我就 這個火超大 然後劉頌才傳簡訊 她沒有跟我講 她就走了 她那時候才傳簡訊 她說 我先帶她回家囉 好累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帶那個女生回家 她就先送她回家 因為她說她喝醉了什麼的 然後重點 那就處理了 沒有 然後重點就是 我後來就是 眼神 購不過那個德國人這樣 我在想說算了 因為我真的太累了 我就說好不好 我就付 然後我就噴了三千三這樣 然後我只喝半杯酒 然後付了錢之後 我想說就算了 就算了這樣 然後我就隔天 我就打來劉頌說 有這種舉不要約我好不好 然後而且我就說 她根本也 她根本也不是Gay 那也什麼亂介紹 她認識朋友 她根本也對我 因為她根本對我 一點興趣又沒有 然後她也只是 Google的一個小員工而已 就是一個 Google裡面的工程師 這樣子而已 她沒有辦法為我做什麼 這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罵完她之後 她就說 對 我忘了跟你講 其實那個男生是怎樣嗎 那個男生是喜歡那個女生 好辣 所以超鬧的一個局 就是那個女生 約了劉書宏 然後又約了 以前就很喜歡她 然後聚在一起 然後就尷尬到錢 所以我就是被當翻譯 又去當盤子付錢 然後去當那個 小三的那個擋箭牌 然後我就跟劉書宏 講完之後 我說我獲了三千三囉 一般正常還這樣怎麼樣 我給你 不好意思 她說 謝謝你耶 要說很難啊 誰的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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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罵 怎麼會 好厚燥 怎麼接近在地上啊 好紅 我可以輸書嗎 我很多壓力耶 撥不住的 而且重點是 如果是那個德國人 喜歡那個女生的話 她喝醉的話 不是應該德國人 送那個女生走嗎 沒有啊 兩個就在搶啊 所以就叫我去擋箭牌 然後那個座位就是這樣 那個座位是這樣四個的 所以劉書宏也喜歡那個女生 有一點 曖昧中 曖昧中 這樣子 所以劉書宏 是把她送回劉書宏的家 我後來後續我就不知道了 後續要問她本人 我沒有問那麼細 我也沒興趣 你我對她的了解是送回她的 她回去處理她了 對啊 然後我就真的 妳說這失不失禮啊 妳是不是有儀 還要維持下去嗎 因為那個三千三 你知道撞回來啊 然後我就帶她去 街坡喝酒 然後就叫她請我喝酒 妳要撞回來了嗎 沒有撞回來 差兩千 好像太少才喝一千 因為我就酒量很爛 我會點薯條 要點薯條 所以德國人到底帥嗎 臭死了 超醜的 當然 你又要重點 你又要重點 我跟妳看這個簡訊 超醜 又老又醜 志希說比她好看 她才32歲 超醜的 這種狀態很差嗎 就很胖 又很老 又皺紋 又有點禿頭 天啊 不會吧 還要3千3 然後我還請她喝酒 他們自己整罐採訪 我都沒有值得 你要把自己灌醉就走的 對啊 喝粿喝醉 然後酒瓶砸頭 劉書宏 劉書宏老師 你知道她是誰嗎 我知道 她這個行徑是不是可惡至極 非常的可惡 而且為什麼 就是阿本她會這麼痛苦呢 就是因為她很會察言觀色 對 她知道怎麼樣做會失禮 所以她就很保守嘛 那其他人不會的時候 就會變成我們的這個 第一點了 來了 失禮問題友商敗 第一點是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呢 明明是私事卻很愛窺探 像是這個就是我們很常遇到 逢年過節的親戚 還有一些就是那個朋友們 很想要八卦的朋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他們不懂人 有自己的小界線 還有自己的小圈圈 那如果你硬要走進去 那個人就會很痛苦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還有第二種是 很多人會透過問題 假裝在問你 但其實在表達他自己的想法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你怎麼還不結婚啊 你怎麼還不去找一份正當的工作 你怎麼還不生下一胎呢 這些問題都不是真的在問 他是把他的觀念 想要加在你身上 這些我親戚常在問的啊 他就會說 我看到你跟那個誰誰誰的緋文 你是不是喜歡男生 你是不是喜歡男生 然後我就有點回答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說 不是 你應該不是 那個只是草青文 你很正常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 跟你屁事啦 你全家屬的人應該都知道了吧 我想說你不會搜尋一下嗎 沒有他們自己看到新聞 會自己幫我解讀 就覺得說 那個只是草青文 不是真的 低腦部 所以我大概有一兩年 就很不想回家 不是想去見親戚啦 就會回我家 我覺得親戚不知道 為什麼自己有權利 可以問什麼 失事啦 他覺得他是長輩啦 存款多少啊 怎麼樣 因為我每年回去 都會被問說存款多少 那因為我是從藝人轉座幕後 再轉回藝人 所以不管怎麼回答都錯 因為你當藝人的時候 你如果回答 比一般平均上班族少 他就說你看 就當藝人嘛 沒用沒用 弟弟以後不要跟他一樣這樣 然後如果你回答 稍微高一點的時候 他就說 你也不會帶禮物送我們喔 賺那麼多了 對不對 真的 我也有遇過那種親戚 就是比如說像聚會的時候 然後長輩就會 因為我的問題是女生嘛 一定會問說 怎麼不結婚 結婚 問我為什麼不生小孩 然後我還遇過罪失禮 就說 為什麼我最近都沒有 在電視上看到你 然後 這個會問 對 這個好煩啊 這個很煩 然後因為我以前就是 很有禮貌 我都說 就可能最近工作比較少 那妳就忙電商啊 對 就比較忙不敢 但長輩聽不懂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忍不住 不小心把我OS講出來了 就也是問到類似的問 說最近都沒看到你 然後我就說 因為你們電視 可能都沒看到我 我就直接嗆那個長輩 然後結果那個長輩 就有點尷尷 然後我老公公在旁邊 就說你這樣回很沒禮貌 然後我就發現 我不小心把OS講出來了 真的會忍不住啊 對 會忍不住 因為我覺得 就很多長輩都不知道 自己問的問題 很沒禮貌 就是失禮的人 就跟劉書宏一樣 失禮的人 不會知道自己很失禮 對 因為像 像因為有時候 他們看新聞 都會只會看標題 不會看內文 所以有時候新聞 有一間那個 我們就在餐廳跟親戚吃飯 然後他說 阿本 你被強姦喔 我說 我說哪時候 你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說我是被迷姦嗎 然後他說 不是 我看新聞寫的時候 我就想 我就去翻 我就想說 我演了一部戲 在戲裡被霸凌 然後被欺負 然後他們就不知道 為什麼理解成 是霸凌 霸凌 跟強姦無關 他們就理解成強姦 然後或者是像剛剛講 那個什麼 很久沒看到你 什麼 有一次我這部戲 是演那個 大概有點智能障礙的小朋友 我就想說挑戰演技 然後他們就會傳承說 你看他現在不紅了 要去演智障 好可憐 我就想說 莫名其妙 沒有啊 超莫名其妙 很可惡耶 對啊 所以那些長輩 又不來往 好啦 老師很想要玩 那個牌子是不是 老師很喜歡 可以玩一下 先讓他吃完 還有四條 對 不舒服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條 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條呢 剛剛是親戚們嘛 那第二條呢 就是 自己講 自己爽 不聽別人說 這個很常出現在 男生跟女生的溝通 因為男生跟女生的表達邏輯 比較不一樣 男生喜歡理性的 很直接的解決任務 但女生比較強調情緒跟感受 所以當這樣男生跟女生的溝通 就會直接打架 男生呢 就會覺得說 你就直接去解決這件事 你就去找他講就好啦 可是女生會覺得說 我只是想要 有些事情想要 妳都沒在聽我講 對 妳都沒有聽我說話 我只是想要抱怨一下 我就很開心了 所以男生就完全不能理解 男生 女生就會出現溝通問題 可是我是同性的耶 我覺得這也滿緊張的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 然後其中剛好那個局裡面 有一個男生 就我覺得很可愛的男生 但也不是真的說喜歡 就只是覺得 好可愛這男生 我就會表現得很明顯 但反而是同性的 他們會有一種 不知道什麼心情 他就會說 妳覺得他很可愛 我也覺得耶 他好可愛 然後就開始跟著男生說 那妳覺得我怎麼樣 妳覺得我是不是比較可愛 這一種 好可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很白目 就是其實也無傷大 可是就是會有一點不舒服 就覺得有一點失禮吧 而且不只一次 就是經常性是這樣 就是妳喜歡的他就一定要 他也沒有一定要 他也沒有一定要喜歡 但他就好像覺得有趣 所以他只是覺得就是 好玩 這個畫面是好玩的 不知道耶 他就覺得很好玩 就Sabrina啦 然後 所以 他有很多講過 這不是很炸耶 我沒有說 妳沒有說過 妳就很炸了耶 妳昨天不知道就是 會哪一個需要的記者會嗎 我跟妳說 這樣會不會 會 沒有 她只是 我覺得她是覺得幽默 可是其實我覺得有一點 小白目 這應該比較像是 而且是姐妹 她會打鬧就還好 之前那個是我覺得 妳不覺得有一點白目嗎 妳真的覺得會有舉的 然後又被打轉 可能是這個感覺 就不舒服了 好吧 那 那我感覺好一點 這是我的問題 她才是希望妳一直單身 妳們就會一直都是好姐妹 好深層喔 這麼可怕的嗎 因為我有遇過這種女生 就是她 因為她自己單身 她很怕自己的好姐妹 如果先交男朋友 她就會很孤單 所以她就會一直去 撈亂她的局 有這種 有 真的有 有這種姐妹的 可是她不是 不希望妳不幸福 因為她單身 所以她很怕她 要嘛就是兩個人 都一起有難度 對 Sabrina不是這種人啦 她人很好 妳剛剛就說 妳剛剛就說 她是個XXX了 太多了 我們就10、20歲 也太多了吧 太快到了 太不夠了 很多人想說 我吃天然的食物 我吃菠菜 我吃紅蘿蔔 來補充葉黃素 沒錯 這個觀念都非常正確 問題是 你知道這一堆的紅蘿蔔 大概300根 它其實只能萃取出3毫克 金量小子22毫克 對 22毫克 是這邊的六倍 所以 哇塞 這麼多的紅蘿蔔 都不足以我們金量小子當中的 22毫克的葉黃素 市面上很多 一份量做到什麼 5毫克 6毫克 它沒有錯 因為它是胃腹部一日的標準 對 但是我們的用眼習慣很差 我們一定要補充爆量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需要 22毫克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一樣的錢 這個金量小子CP值真的很高 因為它一顆 就可以抵別人的兩顆 原價5280 對 那今天三盒只要 到一個超奇葩的 我覺得可以寫一本 就是台北目睹 二十年之怪現狀 以前不是有本古書嗎 有 然後就覺得這個人 可以列入其中 就是她是一個很愛 刷她Tinder的女生 很愛跟老外約會 一個西殘美 然後每次她就會講得很誇張說 那個老外是什麼 歐洲什麼跨國集團的CEO 然後很多遊艇 因為以前在上海認識她 跟劉書 就是我那個 對啊 小優說好 李優說好 李優說好 有 李太誇張 然後他就跟我老公說 很久沒見面 就想請你們夫妻吃飯 然後順便介紹我男朋友 給你們認識 所以我男朋友要請你們 就是他講的 說大家有什麼 可以親合作 這樣之類的 那時候我好像是懷 在懷孕中 我不能喝酒 然後那個期間 我就已經覺得 那個男生怪怪 因為他講的話就是 就是不像 知識淵博的人 對 然後我們還問了 你還問了詞嗎 很淺啦 其實很淺 妳就知道這個人 好像不是像他講的那樣 就看整個人氣場就不對 然後想說趕快吃完 因為孕婦很想睡覺 想要趕快回家 然後到了要結帳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下來 偷偷在我老公旁邊 講悄悄話就這樣 然後想說 在我旁邊 跟我老公講悄悄話 好像有點失禮吧 很失禮 非常失禮 所以我就會說 妳跟他講什麼 對 但我還沒變 我掏了 對 我會說四個人 不要有祕密 對 講出來 但我又跟他沒那麼熟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一個 非常重禮貌的人 我就通常不會講什麼 然後我去 還會帶禮物給他們 因為想說初次見面這樣 然後我老公坐這邊 他繞過來講完悄悄話 我就老公從口袋中 掏出他的信用卡給那個女生 然後那女生就去買單 而且我當場我也沒問 因為我覺得 太尷尬了 我不會問 我想說 已經看破了 回去再說 對 我想說回去再說 一定是怎麼了嗎 然後回家之後我就問說 剛剛 那個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老公就說 哪有忘記帶錢包 然後 這個女生還說 我之後再轉給妳 那我老公當然說不用啦 結果我請 對啊 然後但我就覺得 這個女生真的是 台北的 大片集團 真的 而且那個外國人 根本不是跨國CEO 他就來台灣交應了 好爛喔 好笑 大片集團 所以這個女的 有常常出現在妳的生活中嗎 這個女的 從子被我蹦死 黑掉了 因為我覺得她太瞎了 對啊 後來她就變性了 變流鼠 感覺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就說他寶貝嗎 同一個人 他進化了 對啊 好 那老師可以幫我們介紹 第三點 第三點 還在四話 還在四話 坐立難 坐立難 第三點 大聊別人八卦 但那個人在現場 唉唷 當著他面鳥 沒錯 這個就是啊 剛才其實阿伯 有示範一個就是 說話前其實要先查顏觀測 然後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 對 先看一下 那個妳要講的人 有沒有在這裡 然後譬如說 像Sabrina有沒有在現場 之類的 對 再說就可以了 然後而且大部分的人 聽完之後 他是不會講出來的 他就會默默記在心裡 然後就開始遠離妳了 對 所以這個要 非常地小心 對 妳不是失禮 妳是失衝了吧 對 這百度好爆炸吧 怎麼可能那個人 在現場還講他八卦 我到底想起來 我有做過一個很 類似這樣很失禮的事情 沒有看新聞 沒有妳那麼重量這樣 我是有一次去看了一個手映會 然後看完之後就燈亮嘛 可是電影院燈亮還是微暗這樣 然後我就跟鬼鬼去看那個手映會 因為很多明星這樣 我就說 那個 那個明星怎麼穿一個睡褲來啊 然後鬼鬼就張嘆 去看我說 那個是S姐 妳小心 小心 然後我就超尷尬的 然後因為那是妳就穿的 妳不是穿睡褲 我真的常常會穿睡褲出門耶 因為就是整套桃紅色的那個 我今天就是穿那套的桃紅色的 那是睡褲 因為我們因此有爭執 因為我們介於 哪兒想定 鬼家人啊 那個我與鬼就講 我是休閒褲 但是我們都會怕 可是因為我講太大聲了 他旁邊很多網紅都這樣 就 阿伯講S姐穿睡褲 我因為 那我就超尷尬的 可是穿睡褲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耶 妳好做自己喔 對啊 沒辦法耶 而且我都會 很自然耶 隨著那個場合的 那個認真的程度 我就會挑說 嗯 要穿 在韓國買的睡褲 質料比較好 都是睡褲嘛 你不要說我 都是睡褲 因為這整套啊 真的 你做自己 那時候覺得有點失禮啦 我覺得 還好 是妳的 是喔 是睡褲 所以關係人在現場 其實就會滿尷尬 對 滿尷尬的 而且滿常有那種聚會 然後是那種姊妹 有點聊太High 然後忘記還有外人在 然後最後就說 等一下 妳不剛剛很好吧 對 然後 就算好 我們會說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熟 不敢承認 因為妳承認 他就會覺得說 今天如果有任何事情出去 一定就是妳說的 對 然後我們就要裝 還好 沒有很熟 要小心 那就是妳要避免失禮 好 老師 第四點是什麼呢 第四點就是呢 如果有 長輩或是前輩 在場的時候 講話沒大沒小 很容易 失去很多機會 沒大沒小的都是長輩 對啊 對啊 我們晚輩很... 我們晚輩是很有禮貌的 對啊 現在可能會好一點 對啊 但是很多長輩跟前輩 被得罪 他是不會講的 他也不會告訴你 但有很多機會 可能就因為這樣就沒有了 他就覺得這個晚輩 你們有得罪過長輩嗎 沒有 長輩真的很會得罪人啊 長輩自己 長輩自己會不知道啊 長輩真的很喜歡 因為我女兒以前還小的時候 我推出去 她說 這大的還小的 我說是大的 她說 因為 莫名其妙 好可怕喔 然後之後我那個大女兒 就一直緊抱著她那個娃娃 因為我覺得她心裡有受傷 對 天啊 然後我才說 真的 長輩 什麼 真的 大家不要再亂講話了 對啦 真的 什麼亂講話 我沒有亂講 長輩亂講話 他在呼籲長輩 不要再亂講話了 少說話 好 那第五點 最後一個呢 很常遇到的就是 假裝在抱怨 但其實他是在炫耀 自己的某一些事情 譬如說 我又買了一個新包包 我家包包真的太多了 放不下了 我怎麼又要出國玩了 今年的稅真的太高了 講了好多稅 真的 高炫 講了好多稅 好多人送我禮物 好困擾喔這樣 好多人追好困擾 我們有這種朋友嗎 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次 而且還是 我跟我朋友 跟我媽媽一起吃飯 然後他就在說 對啊 就是要 就是我才送媽媽一個禮物 真的花我好多錢 然後我說什麼東西 他就說眼鏡 我想說眼鏡能貴到哪裡去 我說那 我也想說不要多位 因為他會繼續講下去 我就說 那你送了之後 媽媽開心嗎 他說開心 就你懂嗎 你不問他 他逼你問 對 我就想說不要這樣 你笑得還可以給我到 他們還可以喝酒的感覺 然後我就 那多少錢 然後他就會開始說 那隻眼鏡 就長什麼樣子 然後多少錢 就他 其實只是想要講說 眼鏡很貴 那是多少錢 我忘記了 但大概可能就兩萬塊這樣 然後但我媽 反而後來跟我說 我覺得妳那朋友 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長輩看得出來 他很想要講出來多少錢 而且同一個朋友 其實他之後還有一些行為 我都覺得 是Mr.Bin啊 不是 他其實有一個朋友啊 沒有 他覺得可愛男生 那個人也覺得可愛 反正就有一次 就是我跟那個 那時候我跟他非常好 然後我們有一起出國 然後看 就是喜歡的一件外套 那件外套有一點貴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何買 反正我經常不在台灣 何買 對 就一人出一半 但因為我經常不在 那要放誰家 就輪流給 就是反正我不在的時候 你都拿去穿 我就不在意 然後如果我回來 你也可以給我穿這樣 那時候我們就說好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因為 就有一陣子 我們就沒有那麼熟了 然後有一次我 我就是要出國錢 我就想說 那我來不及見他 我就把他放在一個袋子裡 給我朋友說 麻煩你幫我轉交給他 就是想說給他穿這樣 然後結果他也沒有 回我任何東西 然後我也就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次 他在開直播賣東西 然後我剛好點到 他在賣那件外套 然後我就想說 這好像有點不尊重我耶 要問你吧 他沒有問耶 然後我後來我還 就我看到之後 我就先截圖 想說怎麼可能是吧 然後我就開始思考 想說我該怎麼說這件事情 這也太做自己了吧 就滿失禮的吧 我沒有錯吧 是你啊 他穿那件賣 可是他賣的是新的 沒有 他不是秀給大家看 沒有 然後你這樣 因為我後來忍不住 想說了 我忍不住 我就真的直接問他了 我就說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把那件外套賣掉 他說 對啊 現在有三個賣家跟我買 然後我再決定要哪一個 然後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不跟我說一聲 他就說 然後我還說 沒有這個意思 他就說 我想說如果我賣掉之後 我覺得這流程還是不對 妳說請妳把它轉交 給妳的朋友嗎 就是我是給我朋友轉交給他 所以他是有拿到 然後他就拿去賣 就這一切就 我就覺得是我的問題 還是這個人真的很失禮 那妳最後有拿到錢嗎 他最後有說要轉給我 我就說沒關係 算了 就是 那妳們還是朋友嗎 就後來就沒什麼 妳就滿失禮的 至少要問一下 我覺得起碼問一下 而且他後面 有一點像是硬說 就說我原本就想說賣掉 就把錢給妳 可是如果我今天沒問 他搞不好根本就 對啊 他不會講的 對 好 聖誕節要到了 布希蒂要來送禮了 妳是不是很想知道 要送什麼禮物呢 沒錯 就是要送我的簽名照 你嚇到了對吧 因為妳就覺得說 只有我的簽名照 誰會想要是吧 那就是連妳的 也會一起送出去喔 現在呢 只要加入 布希蒂的VIP會員 就有機會抽中 我跟S姐的簽名照 活動詳情呢 我們公布在哪 就公布在YouTube囉 大家趕快去看 算了 妳是不是妳老公也在醫院 遇到一個滿無理的狀態 也不能說是無理 因為我老公之前就得了一個 就叫重症肌無理 然後他就有一個胸腺瘤 他整個胸腺都要切除 就是一個滿大的 很嚴重 很嚴重 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疾病 然後 而且還在我懷孕 八個月的時候要生了 才發現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大的刀 八個小時 我在外面等了八個小時 就一直 我真的是 站立 對 重力拿好 然後你走來走去 直到我看到 而且一般就是說推出來 然後回復室不是就看到嗎 結果我沒辦法看到他 他要先被推出家戶病房 在家戶病房做幾天我才能 然後他就說 我就等了 怎麼都還沒等了 他說誰誰的家屬 請你到家戶病房看 然後我心裡就 我不懂啊 就是很緊張 就很害怕 就覺得很恐怖 對 家戶病房 下次把家戶病房 改成可愛的家戶病房 就沒那麼害 聽起來比較不緊張 對 比較不緊張 老公差晚上就有戶耳朵 家戶房 然後我就到家戶病房 然後看我老公真的是 全身擦滿乖的 然後都不能動就躺在那邊 可是我不敢擦躺 因為我覺得只要我看到 你是活著 你只要活著就好 我就開始飆淚 然後因為我們花蓮人 就比較直率 然後那護理人員就說 喂 起來啦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今天花蓮 這就花蓮人 妳說你了嗎 妳說拍妳老公 喂 起來啦 不是 因為我還不能起來 妳怎麼可以這樣 她意思說妳剛剛不是醒著 喂 起來啦 老公 但是妳 真的假的 所以妳老公是在 假裝睡睡嗎 不是 她是真的 她是可能剛剛就是 妳到開刀完女了 一下就張她眼睛 然後老公又硬硬是這樣 沒有 本來沒事我還吐血 我就還在哭 然後說沒關係 只要他休息就 不要拍他哪個腿嗎 就大腿 不要啦 不踩 所以就說沒關係 沒關係 你不要拍他 不會 因為其實我也希望 他們好好照顧他 結果不好意思 扔到他了 然後他就 然後我老公就這樣 很痛 很痛 然後我就看到他那雙口 這樣痛耶 他整個胸線都切掉 我說沒關係 他休息 然後那護理師就說 我真的喜歡看上康熙耶 幫我們拍 我們拍張照 我幫他很好笑耶 在那個 在那邊 在那個當下 我們又在加護房房嗎 加護房房 我老公躺在那邊 然後我就這樣 那天啊 好荒唐喔 你什麼時候還要去工作 我說不知道 因為 這樣狀況 就一連串的 十連就開始了 其實 然後阿根也是有這個 我也是類似 我是那一次是我 甲狀腺低下到非常嚴重 到我甲離死流失到 差一點就要心律不疹 就會死掉這樣子 然後我是 急診送醫 是太累嗎 不是 是我甲狀腺低下的 內分泌失調 對 然後就是那遺傳性的 然後所以送到醫院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病房超多人的 我就直接被擺在那個走廊上 那因為我是真的 那個甲離子流失全身也是不能動 唯一能動就是手可以這樣稍微 害我 對 沒有 你那個人吸 真的是很那個耶 我都全身不能動 那甲離子流失我要幹嘛 我一有用的流就好了 我覺得護理師可能看多 他們都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然後他就經過我那時候 還是棒棒糖剛紅的時候 他說阿笨 你是阿笨嗎 我快交班了 你幫我簽名好不好 然後就叫我簽在他的那個 那個名牌上面 還好你手還能動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不能動耶這樣 然後他就說 有啦 你手腕可以動 手腕 他就把那個筆 就這樣給他放在這裡這樣 他說你簽了 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簽了 我就眼睛這樣 不知道我自己簽了什麼這樣 然後簽完之後 他說來 合照 我說還要合照 然後那時候就是 已經快露出來 因為你就像那種 我知道 然後我也動不了 就這樣稍微把它往旁邊拉一點 然後就合照 然後合照出來就很大聲 就說阿笨耶 好開心喔 那我下班囉 因為他講得很大聲 所以旁邊就有一些阿笨阿嬤 就也是聽到說 妹妹 是不是你喜歡那個 阿笨喔 然後結果妹妹就過來看 就說 是阿笨 然後他就在我旁邊說 我比較喜歡王子 加油 我在什麼時候 你怎麼失禮 超失禮 我哪有誰幫我棉被 就蓋住頭 把他蓋住頭 開失禮了 想失禮了就這樣 從此以後就要維持身體健康 在女性裡面 真的 超尷尬 但是真的人魚肉很恐怖 阿笨怎麼一直在遇到失禮的事情 真的耶 我就真的太客氣 你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 每次他都在講書 每一次來都一定會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太包容身邊的人了 可是我覺得有些事情 是真的有點過分的 比如說像那個利用你 對 我覺得德國人的也太過分了 你覺得你們還當得了朋友嗎 我覺得還是可以 但是我至少要先把最後的 那兩千 三千拿回來 因為上次我只喝一千而已 所以兩千三一滿 你就立刻跟他斷交 我覺得到時候再看他的 看他那個 我覺得那個誰 因為我們是四個人這好朋友 所以另外兩個就一直跟我說 你幹嘛每次都這麼包容他這樣 他就覺得是我把他那個 你是不是有點愛他 惯壞了 從壞了 你是不是有點愛他 真的沒有吧 那是你的菜嗎 爸 沒有 真的沒有 他不是我菜 他不是我菜 因為他太笨了 可是你對他超好的耶 一些荒謬事你都願意把他做 你是不是覺得他有點可憐 對 我覺得 甜蜜的煩 這個倒是真的有一點 有一點可怕 沒有 就是 小調皮 有時候某一個點就會不放心 他自己又這樣闖過去 不放心 我才不會放心 你媽有感情嘛 就是朋友啦 我覺得那是朋友的感情而已 你覺得他連小可愛小糊塗 然後又會擔心他 你說 我說不出來 沒有 就有時候會想說 你的腳跟過去 對不對 有時候會想說 這就是愛 蛤 這就是愛嗎 你有母愛大爆棚耶 我覺得是母愛耶 在他身上嗎 只有他 只有他 可是今天有人其實 帶了兩千三要來找 真的假的 請把頭轉到你的左後面 來 還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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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錢 你幹嘛不還錢 還錢要好好講清楚 你剛剛有講到什麼事了 很沒聽 他講Google你知道嗎 對啊 Google 那個啊 德國人那個啊 我跟你講 那一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好不好 等一下 你又再喝倒的時候 兩千付錢 對 兩千三 兩千三 好大 好大氣喔 好大氣喔 不要講我 我沒帶整疊現金就好 我沒帶整疊現金的 我沒帶整疊現金的 你剛剛大氣一點就那個 你要放大 那我整個有勁 你是做偏的是不是 沒有 我真的收下喔 我不要亂七的喔 我跟你講 那件事情是真的有個誤會 是因為 第一個是 他來之前 我已經把那一桌的酒錢 先截掉了 有截掉 你說上一桌 那我根本還沒到 對 那你來的時候 你開了幾支白酒 是你那個女生開的 我會不愛你 你帶一桌的女生 我就點一個薯條 一個調酒而已啊 他又不喝酒的人 他怎麼會開酒 對啊 那是那個女生開的 而且那個女生 而且你都說黃 不要喝醉 說黃說黃 我們有事情要確認 對 那個女生 你說她喝醉 你要先送她走對不對 你是不是把她送回你家 沒有啦 是 第一個是這樣子是 我在那邊 然後有一個老外 然後那個德國人 還長得滿帥的 那是你啊 你怎麼又知道拍照 你有沒有照片 因為我沒有拍照 你有沒有照片 我真的很想證明給大家 他真的不好看 沒有 他真的是算帥 他是不是也很恐怖 沒有 是瘦的 然後而且他在西瓜坡 沒有 他是那種 四肢是瘦 可是肚子是 很大的那一種的 他是凸了 就那種中年胖那種的 有凸嗎 就是稀疏啊 稍微有點稀疏 但是他的工作 你聽我講 Google小員工啊 沒有 他收入很高 他等於是說 他現在的歲數 退休都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對象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他 愛的是那女的 你介紹給他幹嘛 然後他來了之後 他都在 重點是他就不是Gay 對啊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 那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沒有 我覺得他很大 沒有 但是前提是我覺得 大家可以就是交個朋友 是不是因為你 你不會英文 所以你想要請他來救你 沒有啊 我當下還是有跟他講英文吧 飲品好嗎 飲品好嗎 你很帥 對 就類似這樣子 但是我那一天 我先走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那個女生他 喝醉了 然後又怕他失態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先送他回去 他失態幫你什麼 他連在那邊失態 也不要回家失聲 沒有 真的 因為你這樣超失禮 火力很猛耶 火力很猛 發生什麼 沒有啊 那就是很好的朋友 那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是不會發生什麼的 對 然後所以我就 先送他回去 那我有傳訊給你嗎 所以我先走 後來啊 就很後來 對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先走 然後你有沒有需要我回去 或什麼的 你急著想走 就是因為你不想讓他看到 你帶那個女生走 對 沒有 那個女生太 太醉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好 所以剛好 不是因為太醉 才剛剛好帶走啊 對不對 你也不能太醉 怕他醒過來 對 對 難道 他醒了 對 以後 揮手 揮手 不要給他門看到 以後要說快醒 快醒了 他現在不懂太進入了我們 還真的 大家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要幹嘛 還可以 輕鬆 輕鬆 太真不能了 我好笑 完了 形象完了 我現在已經快點出去 下一集再解釋了 越來越來 那已經浮起來了 卡住了 沒有啦 那個聲音會先這個 還我快點 你幹嘛 你不要給我嗎 我要收下 我真的要收下 走開啦 好想 子經有話要講啦 就今天晚上好不好 什麼啦 就我們再出去一次 然後換我請 然後德國人要來嗎 不用 沒有 他沒那個新加坡人 拜拜 一定有遇過一個超失禮的 真的喔 對 因為畢竟我們藝人 就大部分的藝人 都靠臉吃飯嘛 是 對 然後我就那時候覺得 遇到一個很失禮的 就因為我平常都要化妝 可是我如果 就是不工作的時候 出去玩就想說 不要化妝 素顏 所以我有一次去夜店 我就素顏去 結果一到包廂 我朋友看到我就說 你素顏來 怎麼了 對 我想說怎麼了 因為我對我素顏滿有自信 說你素顏來 夜店都是妹子 你素顏來看起來超老耶 然後就說 好帥喔 而且還是跟男藝人這樣講我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 他還說 很誇張 對 然後就覺得 就說帶個醜妹出來這樣 對 然後其實還看起來很老 然後我就想說 難道你們去夜店都會化全妝嗎 會啊 真的嗎 會啊 我去夜店刷睫毛膏 你們夜店比較暗啊 你如果陳述就會真的很平 對啊 你們全妝會化多久 我可能會 抓兩個小時 對 因為我全妝至少也要半小時 所以我就有之前在那個化妝間 就跟大家聊天 問大家都花多少時間畫全妝 結果這時候居然有一個 藝人跟我分享說 他只要三十秒 就可以快速 美美的出門 三十秒 對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怎麼可能 就問他到底是什麼小法寶 結果他跟我們分享完之後 不得了 我也入坑了 我現在也三十秒 就可以美美的快速出門 講真 真的 有帶嗎 有有有 三十秒 現在都要看好了 就是這個 小水站渡鹽芳 用了它之後 三十秒就可以有好氣色了 有看過它 對 而且因為我用了它之後 以前出門都是讓老公等我 現在我有了它之後呢 都是我等老公出門 因為太快 三十秒就可以快速出門了 所以妳現在是素顏嗎 現在是素顏 等一下可以試給大家看 好 好 因為其實這一罐呢 它很厲害喔 它裡面有七種功效 它可以就是 保濕 提亮 潤色 然後還可以隱形毛孔 還可以持妝 以及可以遮瑕做到防曬 所以其實它一瓶可以抵多瓶 好厲害喔 對 這個很厲害 然後像我自己啊 其實有的時候可能這幾天都睡不好 就很容易會有這個黑眼圈的問題 我也有耶 所以我都會直接擦它 都沒問題 就算疊得擦上去 也都不會有厚重感 很透很水耶 對 它非常的透 因為其實呢 它是這個0.1mm的這個觸感 非常的輕薄隱形 所以擦上之後呢 完全不會有那種厚重的感覺 我以為是膚色的耶 這樣也可以遮瑕嗎 可以 我現在試在臉上給你們看 我覺得它好香喔 然後一個很優雅的香味 對 淡淡的優雅香 茉莉花香 然後你們可以看它其實有點像是這種 乳液的感覺 然後像我自己平常呢 就是薄薄的擦它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它其實超級的這個保濕 所以擦上之後你看 它是有超級那種 爆水的感覺 非常的爆水 而且呢 其實它非常的清透 完全不會死白 推開之後呢 它會呈現一個很自然的妝感 很透亮的 很透亮的 欸 好神奇喔 而且它瞬間就好像沒有了 馬上就吸收了 你看 吸收在臉上 其實擦上之後 沒有卡粉 對 它不會有卡粉的感覺 因為它非常的保濕 主要是因為呢 它裡面有這個 歐美專利的保濕成分 所以呢 擦上之後 肌膚可以立刻的保水 然後像我自己平常呢 其實出門工作一整天 但是呢 它都不會有浮粉啊 或是卡粉 服裝的問題 它可以讓這個水當當的這種 效果呢 維持48小時 這麼久 這麼久 是不是可以兩天 不要先 先不要服裝 很省啊 因為像你知道 有些姊妹就是 她可能工作一整天 然後她下班之後 可能要去約會 或是跟朋友聚餐 然後甚至 我們很常會熬夜去唱歌 然後唱到早上 對 都還可以就是維持這種妝感 水當當 現在很提亮耶 妳看這種 妳現在只有擦半邊對不對 只有擦半邊 因為妳那邊就很明顯 妳能亮起來 對 這個當底很好耶 就是它本身就可以當底 然後妳也可以再補一點 補一點 就會很自然的妝感 因為像我們要進入秋冬了 大家都很怕秋冬 可能幾乎會有這種 比較乾的問題 對 但是它完全不會 就不會有它分 所以它可以一瓶底多瓶 那這個有分色號嗎 像我覺得妳白白的用 那如果一般膚色的女生 妳要怎麼調 因為它其實是沒有分膚色的 其實任何膚色的女生 都可以使用 它只有一種色號 主要是因為它裡面 那個成分叫做 晶透光感調色粒子 它就可以讓我們的膚色 有自然的光感 可以立刻調亮三間 另外一邊立刻感覺很黃耶 對 像它兩邊都擦好 失禮型 失禮 兩邊都擦很多 我現在另外一邊的擦上給大家看 對 然後因為其實 你知道擦上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很像自己擔那種反光板 對 或者是鏡子幫自己擦 對 自己就被打光的感覺 它有肚子 柔膚透亮感 提亮三階的感覺 就不是那種死法 是裡面透出來的感覺 看不出來有上爽 讓肌膚就可以有提亮三種 三個色階以上 然後它裡面呢 還有添加 鼻水則式益生菌 很酷 對 很酷 它可以幫助我們肌膚有這個 防禦力 然後還可以做到這個 代謝我們的角質 肌膚擦完之後呢 就會有那種透亮光滑感 那這個就跟真的素顏一樣嗎 還要再擦防曬嗎 如果你是平常一般 就是上班 然後是廣節 不是要特別出去曬太陽運動的話 其實用它就夠了 因為它有防曬的功能 對 因為它裡面呢 有這個SPF15的這個防曬係數 一般夠用 對 基本的很夠用了 然後因為像很多TENAN女藝人 其實都有用這一瓶 像韓瑜姐她都用這罐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如果我們其實可以平常 花很多的時間在我們工作 交朋友上面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化妝上面 其實用它非常的省時 就可以快速美美的出門了 而且效果很好 對 非常的提亮 而且很透 很像自然的這種素顏妝這樣 對 謝謝 很棒啦 太棒了 很棒啦 因為聊了很多這種私理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最後還是要請我們的老師 幫我們簡短的說一下 怎麼樣避免私理在對話中 有沒有什麼 簡短的 好的 第一個就是呢 我們講話之前先思考一下 觀察一下再說出口 比較不會出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培訓很多的學員 那他們很常會覺得說 我很容易據點別人啊 講話很私理啊 什麼該怎麼做 那我會建議他說 可以看一些優質的談話性節目 來 譬如說 小姐不惜地 看完我們講話會更私理 沒有 他們問了很多 私理的問題 我們聊天 超私理的事情 這裡的角度 私理判斷 對 我們要去感受一下 那個對接 對話的感覺 他們就比較能夠感受 人跟人之間 什麼叫私理 什麼叫不私理 了解 大家好 來 閱讀空氣 謝謝小偷變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惜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